野生動物受傷的蠻普遍的 包含的露鯊 還有獸夾 套索 中毒 鳥類的撞擊 或者是猕猴之間跟人之間的衝突 苗栗呢 丘陵地很多 然後那個環境資源豐富 生物很多樣性 然後所以野生動物的物種特別多 我會成立荒野動物醫院是因為 我們這邊大概長期以來 我算是第一家的動物醫院 而且是從事動物臨床的 我從101年開始救傷野生動物開始 到目前為止總共救傷了 大概一千多隻的野生動物 當你看到一隻病因的動物 如果你可以把它救活起來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醫療其實只是扮演它一點點小角色而已 其實重要還是在保育教育這一塊 我們應該要尊重更多的生命 尊重更多的生物多樣性 給下一代更好的一個環境下 然後我們人也才能永續下去啊 Q.對不對 HK HK HQ HK HK HQ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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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